还没见过面就要蒙眼见吻 亲完才能看见对方的长相 法师舍吻后再决定要不要谈恋爱 韩国人也太会玩了吧 哈喽姐妹们 这里是姐妹吐槽爵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超刺激的恋动 先见吻后恋爱 节目内容非常简单 每期男女嘉宾都是一见面就先亲了再说 如果有心动的感觉 再确定交往 本期嘉宾是主动女和格子男 格子男今年27岁 是个内向操入实习 没什么恋爱经验 而主动女虽然才24 但是是性格外向的肉食女 恋爱经验也很多 两人还没见过彼此的长相 就要戴着眼罩先见吻一秒 格子男紧张的不知所措 摸到女生的脸之后 才慢慢靠近 然后按着节目规则 来了个浅浅的着吻 亲完之后 两人都没绷住笑 格子男害羞的疯狂可揍 这哥们确实有点纯情啊 格子男和主动女完全就是两个极端 一个天天宅家不见朋友 一个经常出门跟朋友玩 妥妥是见宠 格子男偷偷问 你之前会和第一次见面的人亲吻吗 主动女说会啊 这下又震撼了格子男的三观 因为他还是觉得只能和女朋友亲 而且必须得感情到位了才行 格子男接着又吻 你有过比如像嘔吐或口臭这样糟糕的吻吗 主动女回答 这不是最糟糕的吻 而是最糟糕的sex啊 然后主动女又坦然承认 自己那方面的经验很多 格子男都不知道这话该怎么接了 还好一分钟的聊天倒计时刚好结束 他们又得进行交叉结吻 格子男紧张的讲话都结巴 但是主动女依旧很淡定 甚至反问男生 怎么 你会让我紧张吗 格子男伸手蒙住了女生的眼睛 然后说了一句 失礼了 才慢慢亲上去 这种校园恋爱的纯情感觉 竟然有点好客 这一局明明是格子男主动 主动女却反客为主 伸手抱住了她的脖子 格子男被吓得赶快退后 红着耳朵小声抱怨说 你有我 主动女笑着回答 那我控制一下自己 你讨厌这样吗 这个嘛 格子男倒也算不上讨厌 他就是单纯的男文情而已 之后他们又聊到了婚姻 主动女对婚姻看得很透彻 他知道不是有爱就能结婚 恋爱是有空就能谈 但是如果发展成了婚姻的话 就需要对彼此负责任 你可能会在婚姻中得到一些东西 也会失去一些东西 他不会结婚 除非他有了令人满意的生活质量 才会考虑 格子男听完他的回答 再次陷入了沉思 到了第三部法式文的时候 主动女提出要玩一个游戏 我的脸慢慢向你靠近 如果你先后退 就是输了 男人到了这种情况下 当然不能说不行 格子男硬着头皮答应了 主动女对他发起了攻势 没想到 这次格子男竟然一动不动的 就像块木头 主动女缓缓将嘴唇贴了上去 两人越吻越动情 格子男竟然鼓起勇气 按住了对方的后脑勺 主动女也搭上了男生的肩 这亲的也太认真了吧 主动女觉得 格子男跟自己很不一样 但又觉得 两人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很相似 格子男一开始 以为对方很肤浅 现在却喜欢主动女 很有自己的想法这一点 格子男想要主动女 把她的稳定 在亲国的人里做个排名 主动女却说 那还要再多亲戚 多感受一下才行啊 我现在还不知道呢 格子男又问 你和男朋友接吻 与现在有什么不同吗 主动女也说不上来 因为紧张感是一样的 至于刚才她说不紧张 那都是装的了 格子男现在就像开了窍 又继续追问 你到底是紧张还是兴奋 主动女想了想说 两个都有 然后主动女还承认 她每次接吻 都会因为太喜欢这个吻了 而想着对方 包括现在哦 格子男又被她给撩到害羞了 到了最终选择 两人又重新戴上了眼罩 接最后一个吻 如果喜欢对方 就要把眼罩摘掉 这一次 两人都朝着对方靠近 然后偏头亲在了一起 主动女率先拽下了自己的眼罩 和格子男亲的那叫 一个男手男分 然后她低声对格子男说 把她摘了 格子男这下 才扔掉自己的眼罩 继续和主动女亲在了一起 亲到最后 两人都已经是拥抱的姿势了 姐妹们觉得 这一对算不算是牵手成功了呢 还想看我讲这个节目的话 别忘了点赞评论关注我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论关注我